今天上午,我现在霍尔新和煤矿会议室召开启蒂作谈会。 会上,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袁文波通报了2017年全县工业经济运行情况,霍尔新贺、赵庄矿、林志达、华盛荣、中石油、国芯、远景风电等企业和项目负责人围绕转型发展、创优环境进行了发言,介绍了企业的运营发展情况, 并提出了企业发展需要县委县政府协调和解决的事宜,县发改、精性、煤炭、安监、环保等职能部门负责人围绕落实政策、开展帮扶、提供服务等方面进行了发言。 县委书记李国强讲话指出,去年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全县企业的征线发展和鼎力支持, 他代表县委县政府对各企业多年来为长子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充分肯定,并对企业家表示衷心的感谢,李国强希望各企业继续为长子的发展再立新功。 李国强强调,虽然我县经济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一枚独大格局没有根本转变。 因眉而新,因眉而皮的资源发展困局依然存在,转型发展刻不容缓,时不我待。 各企业要在转型发展谋划好文章,主动承担起助推县域发展的社会责任,积极主动对接我县转型镜头组市场前景好的行业,推进县域文旅事业突破,现代农业创新,新兴产业发展。 在立足企业自身转型发展的同时,全面推动现域经济转型升级。 各职能部门要全力以赴打造最优营商环境,真正从全线发展大局出发,严格按照六不六要要求,努力打造六最营商环境。 对照承诺积极主动对接企业,在政策优惠、项目审批、土地征用等方面,想方设法为企业转型提供优惠措施,千方百计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李国强要求,企业在发展的同时,安全生产和环保工作须于不可懈怠,要更加绷紧安全和环保险,克服侥倖心理,消除麻痹思想,绝不能出现任何问题。 职能部门要加强对企业的安全隐患和环保工作排查力度,实施全方位、全天候监管,发现隐患,及时整治,做到认识到位、排查到位、整改到位、问责到位,确保万无一失。 就进一步贯彻落实县委书记李国强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赵永静,要求各企业和职能部门,一、要坚持党的领导,要增强四个意识,特别是政治意识,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县委高度一致,维护县委权威,服从县委领导,完成县委安排部署的各项工作任务。 二、要加快产业转型。各企业要持续推进供给侧改革,强抓全省转型项目建设年有利契机,主动作为加快转型,延伸产业链条,开展招商引资,加快项目建设,实现新突破。 三、要坚持安全底线。要做到不能松,必须使安全意识成为一种条件反射。不能省,必须在安全上舍得花钱。不能抢,必须按照计划,有序生产。 四、要实现共建共赢。县委县政府要继续推进放管服效改革,积极推进连批审批制度,营造六罪营商环境,为企业真正管好墙外事,让企业专心做好墙内事。 企业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主动履行好应尽业务,做好照章纳税,地质灾害治理,环境保护,弃地帮建等工作,为长子转型发展,做出新贡献。